自带超级武器的大虾 讲述动物界的神奇超能力 我是上帝的发言人猫博士 今天猫博士就给大家讲两个自带超级武器的虾 它们的实力甚至能够伤人 可谓极度凶残 点赞关注收藏来一波 后面更精彩 第一位登场的是能够打出震碎玻璃的冲击波的螳螂虾 虾中之像螳螂虾 这个螳螂虾可不是皮皮虾 而是皮皮虾的表情 确尾螳螂虾 确尾螳螂虾的身体极为魁梧 最长可达18厘米 青岛大象也力所不及 确尾螳螂虾为肉食性动物 触角鳞片为橘红色 末端外部为黑色 胸前长出一对极为雄壮的大鳄沟 鳄沟中部极为厚实 前端则非常尖锐 这种致命武器一般是被收起来的 毕竟大招总要是出息不易才有效果 确尾螳螂虾的食物主要是贝壳类的软体动物 这些躲在坚硬贝壳下的软体生物 一般动物可搞不定 因此在海中极为丰富 对于雀尾螳螂虾来说 搞定它们简直不费摧毁之力 这一切都源于它胸前的那对打凹钩 它可以在0.0几秒的时间内 将凹钩的厚重部分弹起 用来打击猎物 击打时速可达80公里每小时 加速度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手箱 敲击力度极为强大 这种冲击波震碎玻璃都不在话下 如果是敲击一般的棒客 对于雀尾螳螂虾来说 小菜一碟 敲击核桃也只是多敲击下的事 为了测试雀尾螳螂虾的威力 甚至有精神小伙以身犯险 带着手套去尝试其威力 意料之内的悲剧 这位精神小伙即便是戴了防护手套 他的小趾骨依然惨遭骨裂 想想如此之强悍的敲击力度 如果打在脑袋上 就一命呜呼了 猫博士知道 生活中有不少喜欢养雀尾螳螂虾的小伙伴 但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让他伤到自己 介绍完雀尾螳螂虾 接下来登场的是 自带手枪的神射手 骨虾 如果说螳螂虾是进展盲者 那么骨虾就是远程的神枪手 骨虾体长并不如螳螂虾 它只有五厘米左右 光一只大凹就占身体的一半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 骨虾的凹只有一只 并非成都 难以命中目标 气泡发出的声音 也足以敲晕敌人 这个气泡的声音有多大呢 猫博士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人类在120分贝以上的环境中 只要一分钟 耳朵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 甚至耳窿 而骨虾所发出的声音 足足能达到218分贝 可见这家伙有多么恐怖 猫博士接上完这两种虾 不禁突发奇想 如果把雀尾螂虾和骨虾 放在一起PK 你觉得谁能胜出呢 我是猫博士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下期我们接着聊 动物界的神奇超能力 感谢观看